高腳步在開啟 新北市公用頻道活化運用委員會 及新北市議員林金傑服務處 數位天空有線電視 舉辦新北CH3 城市光影影像製作學堂 來到了土城園林裡開課 參與的學員平均年紀65歲 他們懂得用手機 懂得滑手機 但是只能看著別人分享影片 自己無法利用手機功能 製作自己的影片或是做記錄 沒想到一節課下來 自己也能夠做影片 實在是太驚喜了 真的很實用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了 有多少少一些回憶 照相回憶 所以今天學到這個東西 我感覺很厲害 今天第一次做的 我就給他撲到我們群組上面去 試試看 等一下群老師幫我們講解一下 有沒有成就感 有 我們六七十歲的人 可以學到這個 真的 今天很高興了 老人家都可以學得這樣子 真的很開心 因為很感恩你們這樣來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這個老人家也可以學會點東西 我以為我就不會這樣子做 所以你們今天教我們這些東西 真的很感恩你們 謝謝你們 每次所拍的照片 讓它呈現出更多樣化的呈現出來 然後讓我們的照片更豐富 不但可以告訴我們拍的感覺 故事 而且可以用一個影片 文字也好 甚至加上音樂 所以讓我們的照片 感覺上活潑的很多 也非常非常的豐富 科技發達 人人拍影片的網紅時代 有線電視業者和社區鄰里還有地方民意代表舉辦 新北CH3城市光影影像製作學堂 教導民眾善用手機功能 輕鬆製作影片 讓生活裡美好的時刻都能夠被留下足跡 使用的課程並且能提升民眾的媒體素養 以及影片製作能力 善用公用頻道 活化公用頻道 真正落實民眾的媒體金融權 學到一個新的照相功能之後 當然會把它呈現出來 跟小朋友做一個更好的互動 小朋友也可以同樣的方式來跟我們做互動 我們也可以傳給他們同樣的動作 來做一個互動的工作 今天很高興數位天空到園林裡來舉辦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很受到我們的大哥大姐喜歡 因為平常現在用手機拍照是大家都會做的事情 可是把它做成影像是需要一點技術的 那今天上完課我相信大家都會更加積極的記錄自己生活 還有家庭的一些記錄 然後剪下來跟大家做分享 對於今天這個課程開這個課程 最主要就是讓我們大家在使用手機的時候 拍攝出來的照片能夠更豐盛 裡面可以加上音樂 還有能夠把它製造的更特別 讓大家都能夠記憶 自己製造出來的這個成品 感覺更有成就感 我覺得這個課程非常的棒 希望大家都能夠跟著我們數位天空 他們來學習 也讓我們的智慧越來越好 過去這些銀髮長輩都懂得拍照 把照片存起來 或者是傳照片給家人朋友分享 透過一個上午的學習課程 已經可以懂得應用手機APP的功能 把照片轉換成影像檔 加上音樂特效 懂得做自己的專屬影片 當然覺得有成就感 對影像製作更加的有趣 中央新聞林立吳志恆 新北市土城採訪報導